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位呢 就是新人歌手张艺兴了 其实你也不算新人了 刚刚发行新专辑里边一首歌呢 叫做《娜妈娜娜》 这首歌有没有听过 没有哎 只想着我女儿将来叫我妈妈 不过提到张艺兴 很多人就要叫小绵羊 其实她给人的感觉好像很谦和 但是我真的发现 她骨子里面有一种韧劲 大家有没有觉得 早前那时候看到她当时 参加一些节目的那个视频 看到很年轻 但是也很青涩 你再看她现在舞台上那种风采 真的就觉得人有梦想 一定要坚持 有一天就会实现 没错我们张艺兴的梦想呢 就是她的音乐 至于她的音乐态度是什么呀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日前中国首档电子音乐制作人 静演秀《季客电竞》 在北京举办开播发布会 三位明星主力人张艺兴 大张伟 尚文杰亮相现场 畅谈对电影文化的理解 和自己的音乐态度 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个音乐 它都能够满足一些 喜欢或不喜欢的人 所以我觉得音乐 它没有多见 没有那么多所谓之 没有市场或怎么样 只要这个音乐是你喜欢的 对就对了 现场张艺兴 大张伟和尚文杰 认领自己的电影关键词 希望通过节目 让更多的人了解电影 我会去更多的倾向 挖掘我所代表的实验性 和无定力的一些电子 希望鼓励所有的音乐人 多做自己的原创 然后多去做创新 然后创造出新的东西 然后是个种类 因为本身电子音乐 就是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 音乐界的音乐 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 然后它颠覆了节奏的方式 最开始都意见不了 后来越听越发现 原来这是一个核心 这个整个的音乐的方式 早已不变了